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发表一份新的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军力的现状和趋势做了全景描述。 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同时认为,中国即将部署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并在某些领域已经领先于世界,尤其是高超音速飞行器和中日程导弹方面。 美国防情报局认为,解放军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正在快速增加,在南海地区中美则在以专业的方式互动。 中国没有在南海采取强势行为的动机,在全球如果要达到美军的活动水平,解放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报告认为,解放军在各领域的行动能力都在增强。 美军特别关注解放军有可能认为,自己已有能力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而且他们的报告一定程度上,在印证中国的这种能力。 报告显示,美军当前不太担心中国短期内,形成在远离中国海岸地区军事上挑战美国的手段和动机。 在我们读过的美国以往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最新的这份报告,对中国发展军力议任的描述,大概是相对为何的。 同时也是焦点最集中的。 报告没有着必宣扬中国热中区域大权,这一点是积极的。 但它向美国拉响了解放军,可能真会被台湾动武的警报。 这使得台湾有可能成为中美军事竞争未来一段时间,敏感度进一步增加的地区。 这份军力报告没有重点强调和解释中国国防的积极防御战略,防御思想贯穿着中国军力建设的始终。 此外报告着目于解放军攻打台湾的能力,却没有说台海紧张的根本沿由是民进党政府否定一个中国路线的持续挑衅。 美军高官还对媒体说,40年没打仗削弱了解放军的作战心愿,但却不肯由此总结中国的和平意愿。 我们想说,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军力建设持续提升是大势所需。 这是中国捍卫国家安全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中国不会与美开展军备竞赛,我们也没有与美全球军事竞争的野心。 中国发展具备的目的是国家安全,而非中国的霸权。 一个由中国说了算,由军事力量在全球推行中国一致的未来世界,这是中国人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美国当下的全球同盟体系以及军事威慑方式,中国都不会是图序构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但是和平统一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围绕台湾问题精力建设的最大推力,是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风险。 中国担心美方会鼓励台湾当局走向与和平统一被暴而食的极端选择,而解放心的充足准备,可以极大增加台当局避免平而走险的几率。 从而巩固台海和平,只割为伍。 这是中国人年年数千年的军事哲学和智慧。 中国的军力建设,不是为了战争。 我们动用武力,无疑是世界主要国家中最谨慎的。 但我们必须做到不怒作为,确保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尊重是全面而稳定的。 美国是动用军力最随意的国家。 美方按照自己的经验,来评估中国军力被使用的几率,很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中国是比美国想象的样子要和平得多的国家。 美国历次中国军力报告,虽然包含了不少真实材料。 但将它们捏合在一起的思维方式是错的。 总体上都是美国一几多人的产物。 XVB plus 7,500,21 环球网军事12月29日报道,俄罗斯卫先通讯社12月27日报道。 参与人发现风中成弹道导弹和白羊战略弹道导弹的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所总设计师尤里索罗门诺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 对俄实施和打击者100%将会得到回报。 他说,俄罗斯拥有多种反击手段,可以确保对俄实施和打击者受到严惩。 一些手段不会同时被摧毁,不管是谁,其必然会遭到反击。 索罗门诺夫指出,在核反击武器研发方面,俄罗斯要领先美国10至15年。 证明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所总设计师表示,美国今天的反导系统极其低效。 他说,这一部署在欧洲大陆的反导防御系统,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另一种类型威胁。 索罗门诺夫解释说,附属在欧洲的美国反导系统,可能不被用作防御,而用作为进攻手段。 XVU Dark Pulse 7500D21先锋高超声速滑翔弹头示意图。 2018年底,俄罗斯立美短线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年度最后一次试射。 该导弹携带先锋高超声速滑翔弹头,从奥伦堡洲试验场发射。 成功命中6000公里外,位于开查加半岛的克拉巴场域边海域。 观看此次试射的俄总统普京随后宣布,该导弹最终试验取得成功。 另外,先锋导弹是一种全新的战略武器系统。 俄战略火箭军将于2019年,部署首个列转该型导弹的导弹团。 作为俄罗斯对抗反导系统的三首舰武器。 自去年3月,普京在国情资论中披露先锋导弹以来, 俄罗斯官方舆论对该型导弹的宣传颇为高调。 其目的是强化该型导弹可突破现有反导武器的威射异。 先锋导弹究竟是一款什么武器? 为何具备使现有反导武器失效的能力? 创新产物,众所周知,弹道导弹在脱离阻推气后, 无论是在大气层外进行争断挂性飞行, 还是在载入大气层内加速飞行,飞行轨迹均可被预测。 先锋导弹采用洲际弹道导弹助推气, 加高超声速滑翔弹头的组合方式。 其中,弹头在飞行中和在纵向与水平方向上进行高级动变轨, 因此飞行轨迹难以被预测。 这使其不同于弹道导弹。 定据公开信息来源,先锋导弹弹弹头长约6米, 直径约2米,最大飞行速度超过20倍声速, 可携带和战斗部或常规战斗部。 由于弹头没有住发动机, 在进入稠逆大气层,相继目标300至500千米时, 弹头的飞行速度加速至20mAh, 借助燃气盾,实施反导机动和瞄准打击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弹头进行灵活机动, 躲过反导系统的探测和拦截。 先锋导弹采用额线翼的短件洲际弹道导弹助推系进行运载与投射。 弹头与运载器的结合技术已经成熟。 短件洲际弹道导弹采用颈机方式部署。 弹长27米,弹近2,5米,可装备6枚分导式和弹头。 发射重量105,6吨。 投掷重量为4350千克。 命重干率350-550米。 目前约有30枚左右,在俄罗斯战略或建军,待赴战斗值班任务。 未来,先锋导弹正式服役后, 将采用萨尔玛特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作为助推器。 可以说,先锋导弹是俄罗斯将弹道导弹技术与高超声速滑详细技术完美结合下的创新产物。 俄罗斯率先列装这类导弹,并形成战斗力。 对拦截飞行轨迹可预测目标的反导系统,构成流利挑战,难以拦截。 由于弹道导弹在飞行过程中,飞行轨迹是可预测的。 反导系统根据弹道导弹的这一特点设计制造,从而对其实施有效的拦截打击。 先锋导弹的掠装,打破上述常规,该导弹超过20马赫的飞行速度,以及可改变的飞行轨迹。 并现有反导系统的拦截器,难以实施拦截。 先锋导弹,它用高超声速滑翔技术,它的弹头利用在大气中滑翔的特性,一方面可改变水平弹道,使太空预警卫星无法估算出其未来落点。 另一方面,弹头几乎全程在大气层顶端飞行,并射高在大气层之上的中段反导拦截器完全无法拦截,只能靠海基与陆基的末弹反导系统拦截,但后者的拦截距离近。 高超声速滑翔弹头,可用水平激动的方式,炸过其打击。 从俄罗斯公布的视频短片看,先锋导弹的弹头,确实具有较强的飞行激动能力。 它采用大幅度连续转向的F型激动飞行轨迹,躲开反导系统的拦截。 同时,弹头可在飞行中,接收外部来自卫星的指令信息,对飞行路径进行实时重新规划,从而绕过反导武器系统的拦截圈。 实现突防。 法高超诚心话题,高超声速武器的出现,使现有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面临四难,难以探测,难以跟踪,难以预测和难以拦截。 因此,法高超声速武器成为技法导之后,又一防御问题,如何破解? 笔者认为,至少有三大突破口。 其一,预警探测技术方面,首先在依靠现有反导预警探测系统,特别是BG探克雷达的基础上,发展多平台预警探测技术,整合路、海、空天等多样探测信息, 能够对高超声速武器尽早发现。 其二,防御拦截技术方面。 一是改进现有防空反导系统,实现对高超声速武器的拦截。 例如美国在萨德反导系统基础上研发的增程萨德反高超系统,俄罗斯的F500防空反导版高超系统。 二是发展激光武器技术。 例如俄罗斯已经是烟裂装的佩列斯佩特、车载激光武器、列领梯对机载激光武器等, 需以具备反高超武器的现实与潜在能力。 三是创新开发反高超的高超声速飞行器技术。 例如美国国防部开展的滑翔破坏者、反高超武器项目等。 四是发展电磁武器技术。 其三,指控系统技术方面。 指控系统实现录、海、空、天机传感器实时动态接入和多元信息融合处理。 同时,通过自主创新的软硬件互联互通互操作技术能力, 最终生成反高超体系作战能力。 虽压力,新华社西昌12月25日电,李国立,李肖班,12月25日零时五十三分。 火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禀运载火箭。 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三号发射升空。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三号和长征三号禀运载火箭。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生产。 发射、测控任务,由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不负责。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二百九十六次飞行。 环球网报告记者王欢,围绕韩国海军区逐舰,被指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屁妖伞前巡逻机,照射火控雷达问题。 日韩防卫部门1月14日,在新加坡召开工作人员磋商。 但双方未能和主张分歧。 磋商在未达成妥协的情况下告终。 韩连设称,对于否认照射的韩方,日方并未出示作为证据之类的电磁波信息。 日本共同社称,日韩下一轮磋商的前景也不透明,问题的长期化将不可避免。 在二诈劳工诉讼案上,也出现贝利的日韩关系混乱局面或将加剧。 韩国国防部称,磋商从十四日上午,持续之夜间,就事实关系, 进行了详的说明。 磋商结束后,日本防卫省透露,双方未能消除任势上的分歧。 防卫省称,双方认为,有必要就磋商的应有方式进行协调,并未敲定下一轮磋商的日程。 韩联社员引韩军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 日本请求交换日方,在发生当时收集的数据, 与韩国海军需组件雷达的系统信息。 但韩方以信息量不公平为由并未答应。 韩方以日方演示事实关系为由再度深表遗害。 韩国国防部称,日方派出防卫省防卫政策局次长石川武和统合幕僚兼部运用部长叶田淳。 韩方则由国防部国际政策管理人议和韩新联合参谋本部军事支援本部长夫时中出席。 日韩防卫部门工作人员,还在2018年12月27日召开了视频会议。 共同事称,围绕雷达造势问题。 位于日本防卫省,2018年12月21日公布的消息。 韩方否认称,仅为搜寻遇难的朝鲜船只,而使用了雷达。 韩方反驳称,还自行逻基朝向区逐渐进行了低空飞行。 韩国舆论调查公司RealMeter,14日公布调查结果称,有关文败营政府,对雷达造势问题和劳工诉讼安的态度。